脱离世界后 女友寻死了 攻略成功后 我留在了女友的世界 可结婚不到五年 她却变心了 她开始带着不同的小鲜肉招摇过世 肆意任由那些人羞辱我 就连我期待已久才有的孩子 也被她用保持身材为由 无情打掉 后来我脱离世界时 选择了开车坠下山崖 车毁人亡 她却抱着我面目全非的尸体 哭得肝肠寸断 生死历劫地求我再看她一眼 柳如妍怀孕了 知道这个消息时 我激动地连夜结束出差赶了回去 结婚五年了 我一直很想要个孩子 在飞机上的时候 我甚至都在盘算着 婴儿房怎么布置需要准备哪些东西 我专门去商场挑了她最喜欢的礼物 甚至看好了钻戒 我们该步入婚姻的殿堂了 哪怕这里并不是我的世界 回家的时候她不在 刚好我趁这点时间准备了烛光晚餐 我在一切准备妥当时 我接到了女友的电话 纪博达 我有惊喜要告诉你 好 你在哪 我去接你 听着她好听的声音 我宠溺地回答 不用了 我在医院等我自己回来 那你早点回来哦 刚好我也有惊喜给你 那个时候我一门心思期待着 她看见钻戒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 我一直站在阳台上等着她回来 好第一时间给她开门 所以当我看见小区楼下 她跟一个男生热吻时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我整个人木讷地待在原地 盯着下面那一幕 熟悉到让我没有办法自欺欺人 怎么会呢 口口声声说着 有惊喜给我的女友此时此刻 竟然迫不及待地和别的男人 在我家小区楼下热吻 我整个人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你只告诉我 我应该相信她 然后跑下去质问得清楚 现实却是我又眼睁睁 看着他们开车扬长而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打开 我们刚在一起时 就绑定的恋爱软件的 上面显示她已经掉线很多天了 自从感情越来越好后 两个人开始同居 就没有再用过这个软件了 但是异地恋的时候 一次经常用这个软件 来知道对方在哪里 在做什么 还可以一起听歌 一起看电影 哪怕她下线了 位置依旧显示是在一家酒店 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我烦躁地点了一支烟 一遍又一遍地给她打电话 一直都是无人接听 作为一个男人 我本来都知道 她此时此刻在做什么 心痛如麻 眼眶酸涩难耐 我不敢去想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会发生在我身上 明明我们很相爱 很相爱不是吗 就在我心如死灰时 最后一通电话接通了 她在那边有些不耐烦的开口 声音稍微有些急促 搞什么 一直打一直打 没有接就是在忙 这么点礼貌都不懂吗 今晚不回去了 有事 胸口被刺激的酸胀难耐 半天缓不过气来 没有来得及出声 她就已经挂断了电话 我盯着她的位置信息 开始发呆 双手不受控制的 开始翻看软件里面 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回忆和照片 从两个人视频的截图合照 到一起吃烛光晚餐 一起去登山 一起去看海 一起去看落日 每一张照片都在清晰地提醒着我们曾经很相爱 照片上这个笑容甜甜清澈 完美的女孩 从始至终眼神一直落在我身上 我的毛子倒映着她的侧脸 宠妮又眷恋 翻看这些照片时 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眼泪滴打在了照片上面 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好像被人拿着刀子 一下又一下的戳破 血肉模糊 鲜血淋漓 痛苦不堪 在一起五年了 我对她一直都是百依百顺 人人都知道我们很相爱很相爱 之前的疫情我意外感染 隔离在家 她说什么都不肯离开 哭喊着留在我身边 她说死也要死在一起 就是那一次我攻略成功了 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在大病里面被折磨了七天 如果她心里没有我 我在这个世界的躯体会悄无声息地死去 但是她宁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也要跟我在一起 不眠不 修得照顾了我七天 在最后一刻我成功了 她心里有我 从来没有人那样爱过我 所以在痛离饱受折磨时 我拒绝了成功离开这个世界的奖励 不过留下来的代价就是 身体时不时地饱受疼痛 衰老加速 不过那个时候看着她清澈美好的笑容 我想的却是疼痛和皮囊不算什么 但是留下来的这五年里 我的容颜苍老了很多岁 身体还时不时地发疯 让我饱受头痛 心痛的折磨 如今这种疼痛好像又开始发作加剧 哪怕已经习惯了忍痛 却还是被折磨得浑身颤抖满头大汗 我蜷缩着身子颤颤抖抖 给自己点了一支烟 原本我以为这五年里我们依旧相爱 甚至还迎来了自己爱情的结晶 因为在外人眼里的柳如烟高冷孤傲 它像一块冰却只做了我的火 对我热情又奔放 就像刚刚跟那个男人热闻一样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看到 他背叛我的模样 但是今天我确实看到了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接受 他不是爱我的吗 那跟别人上床又算怎么一回事呢 浑浑噩噩了一晚上 他是在第二天凌晨才回来的 不知道桌子上的烛光晚餐和惊喜 他是主动忽略了 还是真的没有看见 明明我还坐在阳台上抽烟 他却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我 静止躺在床上倒头就睡 玩得这么狠吗 我忍不住想 系统的惩罚仍旧在继续 我整个人痛到无力 我坚持走到床边 摊坐在地上 拿起了他的手机 我们是同款手机 密码都是一样的 这些年我对他足够信任 从来没有想过翻看他的手机 所以密码也一直没有用上过 但是这一次几乎一下 我就找到了那个男孩 微信置顶 甚至在我的上面 他的备注是宝宝 只是点开以后 聊天页面却很干净 跟我们停留在几天前的聊天页面 一点都不一样 我默默地点开了 那个男生的朋友圈 第一条是酒店的白床单上 两个人手牵着手 配图是 好想永远这样跟你十指紧扣 永不分离 发布时间是凌晨三点 回家累的倒头就睡的妻子 还给他点个赞 他的朋友圈不是三天可见 我却好像花了一个世纪那样 将他翻看完 从朋友圈里面就能看出 他是有女朋友的人 而他的这个女朋友是我的老婆 他分享的电影票 是老婆爱看的狗血剧 每一张美食的图片里 都有老婆爱吃的菜 只有一张两个人的合照 是两个人露出半边脸 用唇釉画着一个心 那张脸上刺眼的小智 仿佛要将我的心脏砸个大窟窿 宝宝 月宝宝 我们7月14日去提爱的空间吧 穿上我给你买的衣服 突如其来谈出的聊天记录 就好像将我的心脏狠狠地握紧 我整个人陷入了 冰临窒息的疼痛中 饱受折磨 后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五年前的那天 也是我攻略成功的日子 他哪怕冒着感染的风险 也要跟我在一起 他说这辈子我们生死不离 也是那天 他动摇了我要离开的心思 让我义无反顾 像他一样当了爱情的勇士 我们一起经历过了生死 走到现在 早已有了超脱别人的感情 可是他却在生活归于平淡的时候 慢慢爱上了别人 睡得迷迷糊糊的 他翻了个身 我迅速将手机吸屏 聊天记录设置成未读 我甚至连质问他的勇气都没有 在这个世界我只有他了 平时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的早饭 今天我花了一个小时 我坐在餐桌上 看着热气腾腾的早饭开始变了 对面的位置空了又空 一直到中午时 他才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 不过脸色有些僵硬 声音都带上了些许愧疚 宝宝 不好意思啊 昨天太累了 起来有些晚 要不中午我们出去吃吧 别做饭了 麻烦 在我面前一口都没有动的早饭 他越发有些愧疚 心虚 就连声音都不自觉放软 宝宝 虽然我没有醒来 但你为什么自己不吃早饭呢 以后早饭一定要吃 不然我会心疼的 知道吗 他依旧温柔 可是他对我的称呼和别人一模一样 为了一阵惊涛骇浪 我想要干熬 强行压下心头的那些情绪 我故作轻松地开口 如烟 让我看一下你的手机吧 他有那么一颗脸色有些难堪 紧张 手里的手机都被他不自觉地握紧 怎么突然想起来查看手机了 没什么 就是想试试你的锁屏密码而已 我淡淡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 这些年我对他再熟悉不过了 所以此时此刻 我将他的心虚尽收眼底 他有些紧张地凑过来坐到我腿上 将手机放在我手里轻笑 宝宝是吧 没变 看着他这副样子 我有些不忍心 当着他的面输入了一下密码 然后将手机吸屏 受着他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很难受很难受 他主动胶软的红唇凑到我嘴边亲吻撒娇 怎么样 满意吧 我的密码永远都不会变 他一边在我怀里挑动 一边将手机倒扣在桌子上 宝宝 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刻意地转移话题 有点预盖迷章的滋味 不出去了 我做饭吃 心里难受得厉害 每看他一眼 疼痛都会加剧 我只能淡淡地将他推开 走向厨房 冰箱里面永远背着他爱吃的西红柿 鸡蛋 还有细面 他进来时 我正开始做西红柿面 他嘟着红唇撒娇 宝宝 有吃西红柿面吗 怎么了 你吃腻了吗 也是 算了 不做了 点外卖吧 不想出门 对不起啊 如烟 心烦意乱 我将打好的鸡蛋和西红柿重新放进冰箱 他被我突如其来地道歉 搞得有些错愕 随后语气有些急切地询问 宝宝怎么了 哪里不高兴了 我没有吃腻 怎么会吃腻呢 我要吃一辈子呢 说这句话时 他紧张的面容和记忆中重合 眼神却不再清澈 没有以往那种一干二净和一往情深了 我猝不及防地打断他 不用解释了 没关系的如烟 每个人都会对新鲜感保持好奇 人在没了新鲜感之后都会走散 何况是同一种面吃这么多年了 他好像更紧张了 大概可以用手足无措来形容 宝宝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我真的没有 我可以发誓 我真的没有 其实他一点都不适合撒谎 他心虚的时候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躲闪的眼神 颤抖的声音都好像在提醒我 曾经已经只变成了曾经 就好像这一碗西红柿鸡蛋面一样 我这个人早晚会成为他的过去史 他会喜欢 会怀念 会留恋 但不会一直爱 我没有办法继续自欺欺人了 也没有办法看着他一直演戏 我向来爱他 我怎么舍得让他这么累呢 左右逢源 我都替他心疼 如果他可以快乐的话 那么放弃我也没有关系的 可是这个孩子呢 孩子是无辜的呀 若燕 你不是有惊喜要告诉我吗 我不是一个擅长逃避的人 因为事到如今 我知道逃避没有用 总要解决 不是吗 反正他已经不属于我了 或早或晚有什么关系呢 哦 对了 宝宝 其实那天我检查出怀孕了 我自己从医生朋友那边 知道了这个消息 所以不意外 那我们结婚吧 还没有说出口 他就有些为难 甚至委屈的开口 可是医生说 这个孩子不健康 不适合生下来 所以我就把他打了 昏黄的日光照进屋里 洒在他的脸上 我看清了他睫毛微微颤动 打了 多轻巧啊 理由甚至是孩子不健康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和医生说孩子很好 很早就恭喜我当爸爸了 现在他却告诉我 我的孩子不健康 所以他打掉了 我想要埋怨他 但是心口酸色窒息的感觉 却让我有些无法出声 被系统折磨的疼痛 好像又开始了 我脸色苍白 僵硬在原地 他有些焦急 紧张地扑到我怀里 声音有些颤抖 没关系的 宝宝 以后我们还可以有孩子的 换作以往 我从来舍不得将他推开 我淡淡地盯着怀里熟悉的老婆 心脏的痛楚越来越强烈 听着他哄骗我 说着以后 心渐渐沉了下去 他的声音传入耳朵 仿佛尖锐的针 穿透骨膜 直达心脏 将我的五脏六腑 都扎了得稀巴烂 我将他推开了 恩 好 大概是我比平常冷淡 他有些不适应 又或者是因为心虚 他小心翼翼地看向我 开始道歉 宝宝 对不起 那天公司太忙了 加班很晚 本来就忙 你一直打电话 所以我态度不好 还有这段日子 我也冷落了你 我向你道歉 我轻松地笑 没事的 柳如烟 我不会怪你的 他松了一口气 养了养手机 嘻嘻我就知道宝宝最好了 我去点外卖 点宝宝最爱吃的小龙虾 对了 宝宝你那天说 有惊喜给我是什么 我笑了笑 点了一根烟 漫不经心 你记错了 如果真的有惊喜发生的话 我希望自己能够回到五年前 然后脱离这个世界 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去 爱情这一关我过了 惨不忍睹 浑身是伤 半条命也没了 后面的日子 我好像成了一个深归怨妇一样 从一些蛛丝马迹中 时不时发现自己被绿 作为一个大男人 我强迫自己去忽略那些细节 在这一点上面 老婆好像很配合我 两个人心照不宣 她删了所有的聊天记录 各种瞒着我 想方设法 而我假装都不知道 却在她一日加班的一夜又一夜里 被疼痛折磨的辗转反侧 猜忌 胡思乱想 失望 难过 甚至绝望崩溃 各种情绪狠狠的在我心头叫嚣 她一回家就开始洗澡 身上再也没有了不属于我的烟味 就算偶尔把微信 装模作样的弄到我面前 那个置顶的聊天记录也没了 但是那个备注的宝宝 就好像在随着她一声又一声的 叫我宝宝时 一遍又一遍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就连我们两个人 一如既往出去吃饭时 车上的座椅 她都欣喜的掉了过来 你永远不要去怀疑 一个女人的直觉 她现在想尽一切瞒着我 早知道会有今天 她应该哪天就不要火急火燎的 在小区里热吻 甚至我还抱着一丝丝希望 因为某种程度来说我只有她了 所以我放弃了一个男人的尊严 瞎想着她心里还爱着我 哪怕身体不诚实 背叛了我 又或者是我一直在等7月14 我在等她 哪怕7月14这天早上 我觉得自己在持心妄想 却还是不死心的想着提醒她 她化了很精致的妆 头发也卷成了大波浪卷 就连今天身上穿的裙子 她都精挑细选换了好几件 雨薇月季者龙 我突然在想 为什么我们刚在一起的那几年 她都没有这样重视过呢 我站在她身后 双手撑在她的肩膀上 如烟 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吧 当然没有忘呀 不过宝宝 今天我们公司部门聚餐 可能晚上我要晚一点回来陪你 这两天不好请假 你也知道的 年底我要竞选当大的组长了 所以表现自然要好一点 不过你看这是什么 我为你准备了礼物 她从一旁拿出一个精致的礼盒 按着我的面打开 里面是一块手表 表盘是祖母绿的 真是刺眼 我在友人朋友圈见过一模一样的 这一刻我前所未有的失望 整个人如坠冰枯 或许这款手表真的价值不菲 但是在我眼里 比不上当初她为我煮的一碗面 就好像是在提醒我 但她的爱开始分给别人了 就连她对别人的好 也开始复制给了我 我突然有些荒唐的想 那在她心里谁更重要一些呢 怎么了 宝宝你不喜欢吗 那我下次给你换一个 或者我们一起去挑 今天真的没办法 请假 宝宝 你要体谅我一下 她拉着我的衣袖撒娇 看着我脸色僵硬 她表情也有些不自然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她为了去跟别的男人约会 各种哄骗我 也做不到她将一模一样的爱 复制给我们两个人 五年了 为什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呢 我在她心里又算什么呢 呼吸有些混乱 大脑一片空白 疼痛开始肆意凌虐我全身每一个细胞 不知道是我装的大好 还是她压根就心不在焉 没有注意到 她在我脸颊上清了一下 然后拿着包 转身离开 宝宝不说了 我要迟到了 晚上见 你自己吃饭 别等我哦 她关心的补充 让我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情绪 又开始肆意翻滚 我彻底瘫倒在地上 被疼痛霸占全身 冷汗沾湿了衣裳 我咬牙切齿地忍着这些剧痛 浑身都开始微微颤抖 可是这一次 无论我去怎么样平复都没有用 疼痛就好像 她留给我的伤害一样 做不到 消失不见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冰冷的地板上 被疼痛折磨了多久 只知道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 依旧浑身大汗淋漓 只针止到了四的位置 凌晨四点她没有回来 她撒谎了 食言了 忘记了今天 也可以说不是因为忘记 是因为有了更重要的人 同样她也承诺了晚点回来 却到现在也不见踪影 我忍不住苦笑 躺在地板上麻木又空洞地盯着天花板 昏迷的这段时间 我做了很长很长一个梦 在梦里有我为了攻略她 做的所有的事情 也是 本来就是我先招惹了她 如今她在我和别人之间 做出选择了 我想我也该是时候放手了 我要挑一个差不多的时候 回到自己的世界 我开始疯狂怀念她 所以在她轻而易举的道歉后 我原谅了她 宝宝 昨天同事喝醉了 半夜又未出血 我送她去了医院 手机没有电了 所以没能及时回来 不过我们来日方长 我以后会补偿你的 对了 最近她失恋 心情不好 我怕她想不开 所以想过去照顾她一段时间 宝宝可以吗 看着她眼里的期待和恳求 我点了点头 高兴的在我脸上 巴基亲了一下 激动的去收拾衣服 现在我连自欺欺人 都做不到了 不对 别说是自欺欺人 连她的面都见不到了 很久以前 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就已经开始 不发微信了 聊天夜面 就好像停留在了 两个陌生的路人相处一样 我开始去偷偷的路过 他们可能去的地方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 我只熟悉她一个人 所以很好找她 很多时候去一些 曾经她喜欢去的餐厅 一下子就能找到她 我这个正牌老公 却像个剑步的光的 第三者一样 偷偷摸摸 观察着他们相处 他笑得很开心 没有一点防备的样子 像极了当初和我在一起 他喜欢的这个男生 好像也是个很好的人 要貌好 气质好 笑起来活泼开朗 我一直很好奇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值得他左右逢源 千方百计瞒着我 我一直偷偷摸摸 跟着他们 就他们牵手 一起欣赏烟花 绚烂的夜空下 柳如烟笑得很好看 她长得漂亮 笑起来干净甜美 在这灯火阑珊的烟花下 她漂亮的模子 美得像璀璨的星空 闪闪发光 当初她就是这个样子 走进我心里的 原本我只拿她 当攻略目标 到后来我渐渐沦陷 我喜欢她 脸上明媚张扬的笑 喜欢她整个人出神的气质 喜欢她眼里有我 可是现在没有了 曾经她和我之间 最亲密的动作 也给了别人 我麻木地看着他们 在烟花下接吻 心脏痛到麻木 窒息 她依旧年轻漂亮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身边大把大把 优秀的人存在 而我不一样了 这些年系统 时不时惩罚给我的疼痛 让我脸上笑容 渐渐变少了 不仅如此 我这张脸苍老了很多 很有可能跟她在一起 没有人会想到 我会是她的男朋友 这就是我私自留下来 付出的代价 我原以为我可以克服的 但是现在一无所有 以后我才发现 原来一个人这么难过 尤其为一个大老爷们儿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跟别人在一起 自己却好像连吃醋的位置 都找不到了 我不敢上去质问她 或许是今年的秋风太冷了 我竟然有些瑟瑟发抖 他们两个人是同事 看着真的好般配 我也曾偷偷到她上班的地方 看过他们 别人在午休 他们两个窝在一起追剧 像极了曾经的我们 冬天为了避寒抱团取暖 一起追剧 我也知道了 这些日子 她并没有去陪所谓失恋的同事 而是两个人偷偷默默地 开始了同居生活 他们稳得难舍难分 我最终将手机紧紧地攥在手里 转身离开 此时此刻的她一定很幸福吧 我舍不得打断她的幸福 所以这一通电话不打也罢 我突然想起刚来这里的时候 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很不适应 是活泼开朗的她 像个小太阳一样 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在知道她是我的攻略对象时 我真的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开心 或许从我对她付出 真感情的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那个时候我整天都缠着她 满门心思想的都是 怎么样攻略成功 不过在她一次次对我视而不见 在我一次次对她摆着不挠时 她终于对我敞开心扉 哪怕是在最后关头 我也激动地喜极而起 那个时候她抱着发烧的我说 对不起啊 宝宝 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 只是太害怕了 害怕你对我使乱中气 害怕你丢下我一个人 宝宝 我们在一起吧 以后两个人相互搀扶 相互取暖 永远不要丢下我好吗 她说那些话时我心跳加速 整个人从来没有那么幸福过 那个时候我不顾一切 用力将她抱紧 我恨不得将她融进自己的身体里 在心里狠狠地发誓 一辈子我都不会丢下她 直到生命的尽头 哪怕是死亡 也不能让我将她遗忘 可是现在她却丢下我了 她不要我了 所以这个世界我一无所有 其实这一切发生的并不突然 也有一些蛛丝马迹 只不过被我遗忘了 就好像每天早上做早饭时 给她准备的午饭盒 从有一天开始突然被洗了 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我怎么会不知道 她不喜欢洗碗呢 那个时候我问过她的 只是她随口一说 是公司的小林帮她的 当时她脸上还带着笑意 现在仔细想想 耳间都有一丝嘶红 只是当时我没有发现而已 后来渐渐的 她便开始不要我给她带早饭了 她说公司的小林 中午和她一起出去吃 宝宝 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更喜欢和同事 一起出去吃个麻辣烫 烧烤什么的 当时我真的以为是个女孩子 又或许是她刻意误导我 只不过我没有多想 因为她的除了我以外的人 都挺高冷的 后面我们在家里 开始点外卖时 她总是会点一些 之前没有光顾过的店铺 她会说 小林呀 就是岁数比我们小嘴叼着呢 这整个省城的外卖 估计都已经被她吃过来了 哪家好吃她就知道 当时对她口中的小林挺好奇的 不过向来对她以外的人不感兴趣 所以没有深究 那个时候呢 在和我一起点外卖的时候 她想的是那个男人吗 在每一次面对着 我有些斑白的头发 和我一起去染头时 她想的也是拿着个 轻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吗 终于在她彻底将我遗忘的一天 我跟系统坦白了 要脱离这个世界 系统看着我有些恨铁不成钢 咬牙切齿的机械声在脑海响起 都说了这个世界不适合你 你早就该离开了 真是搞不懂 你们人类为什么总要一次次去相信爱情 现在好了 这个男强你自己撞了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你自己也看到了吧 爱情爱到最后 只是会成为一场空 两个人中间总有一 个人会放弃对方 你是个大老爷们 干脆一点 赶紧把这边的事情结束了 回到自己的世界去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是你值得留恋的了 你要是早就离开的话 何必浪费这么长时间 还遭受这么多痛苦呢 你们这些宿主 真的是一介比一介愚蠢 对于系统的碎碎念 我已经习惯了 不过 有些陌生 因为距离上一次 她这样跟我叙叙叨叨 还是我决定留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个时候 她劝了我三天三夜 但是她没能更改我的想法 其实你不懂 只要她过得开心 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没有关系的 毕竟我永远记得她爱我的时候 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是我低估了人世间的感情 低估了这个快餐是时代所谓的新鲜感 宿主确定要脱离这个世界吗 我坚定的点了点头 好 那就请宿主尽快选择好自己的死亡方式 当时候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你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抹杀 你依旧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 只不过还是需要付出点代价 可能到那个世界以后 你一生孤独凄苦 过得比现在好不到哪里去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就是回归到现实世界以后 你也很难遇见爱的人了 一次机会已经用光了 没关系 够了 我也不需要了 我没有办法再爱上别人 这几天浑浑噩噩的 我一直在想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死亡方式呢 最后没办法 我只能选择开车 去我们第一次去过的那个山崖 一路上我将车速开得很慢很慢 手机一直放在眼前 我希望弹出一条微信或者一个电话 其实我真的很奢求在临死前听听她的声音 但是无论车速再慢 也总有要到达的终点 我一个人坐在车里看了眼星空 我要在这里等着太阳升起 系统你知道吗 这里是我们以前感情最好的时候来过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等着太阳升起 那个时候我很坚定地告诉她 我们彼此会相爱一辈子 谁都不会对方 今天晚上的系统好像有些沉默 她你有嘴嘴地打扰我 让我一个人自己去怀念 时间好像过得很慢很慢 在等待她电话的时候 慢得让人难以想象 不过又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开始变得很快很快 我一踩油门 将车开下了山崖 宿主不要害怕灭亡的 只是你这个躯体不会很痛的 我闭上眼睛 没有去回答 但是当真正的疼痛和窒息感袭来时 我忍不住在心里狠狠地咒骂系统 系统果然都是用来坑爹的 很痛很痛 痛彻心扉 生不如死 作为一个大老爷们 我的眼泪不受控制的汹涌落下 心脏的痛处越来越强烈 我紧紧钻成拳 钻到发白 额头轻轻爆起 身子微微颤抖 这种疼痛不是正常人能够享受的 我的身体被毁了 卡在车里面 动都动不了 这个山下曾是废弃的工厂 有一根曾经穿过挡风玻璃 直接刺穿我的瞳孔 还有一颗穿透我的心脏 死得不能再死 我的灵魂渐渐飘出体外 看着自己惨不忍睹的躯体 真的好惨好惨 因为挡风玻璃的破碎 那张脸被毁得面目全非 鲜红刺眼的血迹 染红了身上的白衬衫 那些伤痕每一道都触目惊心 我隔空听着自己已经死透的尸体 魂魄的脑海里 幻化出自己跟柳如烟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我将这一切全都过了两遍 一遍来怀念 一遍用来忘记 我将这个爱了五年的女人记在心里 曾经我费尽心机 让她在最后一刻将我装在心里 同样 现在我也看着她将我从心底一点点剥离 原来魂魄也会承受一种前所未有的疼痛 肉体死亡后 我没有立马回到自己的世界 我飘荡在柳如烟身边 想去跟她告个别 但是呢 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做不到了 所以呀 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念 想要再见一见她 只是看着她跟她的小伙子在一起 我又赌气的不肯跟上她 飘来飘去 无处可去 秋风萧涩 冷得好像要将我的魂魄给吹散 我只能又选择回到曾经的家中 她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 这个家已经没有了任何温度 所以我又不甘心的 飘去她身边吃狗粮 在我死亡的第三天 她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从上午打到晚上 一直没人接听后 她有些心虚不宁 她终于回家了 回这个属于我们的家 宝宝 你在哪里 只是这个家里空荡荡的 她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都没有找到我的存在 她有些慌了 声音不自觉 开始大了起来 会去哪里呢 她将里里外外翻了个遍 最后掀开枕头 找到我的日记本 上面有我跟她最后的告别 柳如烟 我走了 回到属于我的世界里去 在这里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我该回去了 我有父母 有家人 有亲戚朋友 他们应该也会想我 而不是在这里 浑浑噩噩的一个人 看见我笔记本上的字迹 她瞬间慌了 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眼泪夺眶而出 属于你的世界 不要吓我 纪博达 你肯定是在吓我的 对不对 她指甲用力将笔记本钻紧 眼泪滴在字迹上面 蕴染了一大片 失魂落魄的喃喃自语 满脸都不敢置信 纪博达 你忘记了吗 你明明说过的 有我的地方 才是属于你的世界 她哭得撕心裂肺 绝望又崩溃 我想要蹲在她面前 替她擦去眼泪 然后告诉她 没有什么好难过的 我死了她就自由了 何况在这里 我只有她了 她不要我 我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无牵无挂 以前我就最害怕孤独了 所以我做不到 下来看着她跟别人秀恩爱 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 比较自私 见过了她爱我的样子 所以 无法接受她爱别人 所以我自私的选择离开 我已经很久没有让她找不到了 所以她开始慌了 满世界翻天覆地的找我 找不到以后 她终于选择了报警 她好像也发现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我除了她一无所有 她这几天哭的次数 越来越多了 就好像要把自己 毙生的眼泪全都流光一样 向来冷静的她 在警察局哭着哀求 那些人快点找到我 我突然有些害怕 她见到我的尸体后 会哭成什么样子 面对警察的 接二连三笔录询问时 她情绪一次又一次地崩溃 嚎啕大哭 她终于意识到 自己对我一无所知 也意识到为了别人 已经半个月没有见我了 或许连她自己 都忘了上一次见面 是什么时候 我没有说了什么话 但是我记得 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 在璀璨的烟花下 她一脸陶醉地 在跟那个男人热吻 而凄惨的月光 却将我隔绝在外 我一个人失魂落魄地离开 直到我死后第五天 尸体才被找到 看见我惨不忍睹的尸身那一刻 柳如烟小小的身体里 开始爆发出强大的力气 她歇斯底里地哭喊 满脸痛苦和不敢置信 不 不会的 不会的 她带着哽咽和哭腔的声音 在空旷山谷中回荡 距离我的尸身 明明只有几步的距离 她却好像用尽了一声的力气 泪流满面的痛哭流涕 亮亮呛呛地朝我跑去 只是这么点距离 她却摔了好几跤 整个人情绪崩溃 一直在哭喊 跌倒了又爬起来 跌跌撞撞地跑向我 不是的 警察同志 这不是我的老公 一定不是的 她那么爱我 怎么可能舍得丢下我 但是 我注意到她的视线 放在了我手腕祖母绿的手表上面 她整个人彻底贪跪在地上 歇斯底里的哭喊 这一刻她在想什么呢 是发现了那个手表 她曾经也给过别人吗 她确定了我的身份 只是太害怕了 看见我惨不忍睹的样子 她直接哭着晕距了过去 我飘荡在空中 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不是她先变心爱上别人了吗 怎么又是现在这样一副痛苦的样子呢 我死了 她应该告 心啊 她解脱了呀 我什么都不要了 把她自己害给她自己 可是她怎么就不愿意了呢 最后她在医院醒来时 警方将从我身上拿下来的戒指递给了她 那明明是她的尺寸 可是经过重力的挤压后 她好像有些带不上了 她迅速找到我 扑在我的尸体上面 哭得肝肠寸断 周围的那些做人员都微微捂着鼻子 有些惊讶 我飘在半空中 冷冷看着这一幕 可能是味道真的有些大 但是向来有洁癖的她 却好像没有闻到一样 那么多眼泪 就跟不要钱一样 我看见了那个熟悉的男生走了过来 她眼里带着心疼 我想她应该是真正喜欢柳如烟的吧 别哭了 如烟 我们回家吧 人死不能复生 你要节哀 柳如烟眼底布满了红血丝 她被这句话彻底刺激到了 用力将这个男人推开 发了风一般的哭喊 滚啊 你给我滚 闭嘴 我的纪伯达没有死 她不会丢下我的 她这辈子都不会丢下我的 她好像说给别人听 又好像在说给自己听 静静地盯着她看 不明白她现在的情绪 她旋缩在我的尸体旁 身子都在微微颤抖 哭的声音都有些沙哑 整个人看起来疯疯癫癫的状态不太对 只是那双漂亮又干净的毛子 此时此刻布满了崩溃和绝望 一直盯着我身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伤口 她又哭晕过去了好几次 等再次醒来时 警方已经火化了我的尸体 事隔这么多天 我终于入土为安了 系统又开始装死 只是我有些疑惑 这个世界的躯体都已经安葬了 为什么我还不能脱离这个世界呢 说真的 我不想再看见柳如烟了 不管是出于什么心思 又一次醒来的柳如烟好像冷静了很多 她终于花了三天的时间 接受了我不在来的现实 她将自己锁在家里 谁都不见 只是盯着我的手机发呆 等她将手机解锁后 打开我的微信时 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她再次嚎啕大哭 因为我的微信页面只有她一个人 其他的同事不联系 只是静静地躺在通讯录里 她在我的手机相册里 翻到了好多照片 曾经属于我们的照片 已经被我删空了 现在她浑身颤抖 呼吸急促 正在翻 看到这些照片全是我偷拍的 有他们接吻 牵手 谈笑风声 照片里他们是主角 就像是恩爱的男女主一样 而我这个剑步的光的第三者 在阴暗的角落拍下了这些照片 甚至私藏在自己的手机里 昏暗的灯光下 她的睫毛微微颤抖 整个人微微颤抖 眼泪汹涌而出 在这些照片里面有了答案 直到这一刻 她心里的猜忌才有了确定 她知道了 我早就发现了 她在骗我 对不起 纪博达对不起 我求你了 怎么样惩罚我都可以回来 好不好 她将我的手机放在怀里 抱头痛哭 像极了那天 她跪在我的尸体旁哭红了眼 求着我睁眼看看她一样 她知道自己的对不起 换不回一声没关系了 就好像她同样也知道我死了 再也没有办法睁眼看她了 哪怕我的魂魄 扯动双重面无表情的 跟她说没关系 她也听不到 其实我想跟她说 没关系的 只要她快乐就行了 她向来就是个高傲爱笑的女孩子 其实我一点都不怨她 哪怕到死 我都希望她快乐 对不起 是我贪图了新鲜感 留下了你 对不起 是我忘了我们的纪念日 将你一个人放在家里 纪博达 你可不可以不要不爱我了 你一定在怨我失约了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 你回来好不好 纪博达 我只是觉得她太像以前的你了 之前你也是这个样子阳光开朗 总是吸引着我不自觉向你靠近 你记得吗 我们刚认识的那段日子 你的欢声笑语带我走出来了 一个孤寂的时间 我喜欢那样朝气蓬勃的你 只是后面我们在一起 时间长了 难免有些枯燥 所以我才意识鬼迷心窍犯了错 纪博达 我求求你 不要丢下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可是空荡荡的房间里没有人在回应她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属于柳如烟的纪博达了 在她选择了别人丢下我的那一刻 我的心早就已经死了 她开始日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忏悔 已经很久没有无人问津的恋爱软件 被她翻了一遍又一遍 之前无数个夜里 我们曾经那些相爱的照片上 曾经滴过我的眼泪 如今又换成了她的 她哭了又笑 笑了又哭 整个人疯疯癫癫地将那些回忆 看了一遍又一遍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她开始抱着自己的肚子嚎啕大哭 哭到声音嘶哑后 她又开始撕扯自己的头发 扇打自己巴掌 我想她可能想起了那个孩子 无辜的生命 我也时常在想呢 如果那个孩子没有被打掉 如果他没有出轨 如果我们还相爱 那我们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她竟然真的翻到了 我在那个聊天软件给她的留言 柳如烟 其实我给过你机会的一次又一次 但是你依旧为了那个男孩子丢下了我 是你违背了我们曾经的诺言 我亲眼看着你一点一点地将我忘记 或许是因为时过变迁 容颜苍老 我配不上你了 也或许是我很难再给你那种 怦然心动的感觉了 所以没关系的 我不怪你 如果丢下我 忘记我可以让你的人生过得更好 更快乐 那没关系的 我会在你身后看着你大步向前走 哪怕没有我 柳如烟我们回不到过去了 是你先丢下了我 从始至终我都没有誓言 哪怕到死亡尽头 我依旧爱着你 但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在我们最相爱的时候分开 这样的话 后面的日子我一定不会这么痛苦 那一个又一个孤枕难眠 被眼泪沾湿了 眼眶的夜里 我曾将你拿起放下 爱了一遍又一遍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姬伯达对不起 柳如烟彻底疯了 他开始疯狂将自己的脑袋 撞击在地面上 像个机器人一样 一边磕头 一边道歉 还歇斯底里地哀求着我 不要 姬伯达 不要丢下我 他好像已经彻底疯了 但我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回应 只能看着自己的魂魄 一点点消散在空中 我得偿所愿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这里所有的人都还在 他们在期待着我的醒来 过往就好像一场梦一样 母亲说我出了车祸 在医院昏迷了五年 所有人都以为我醒不过来了 只有她一直在坚信着 母亲趴在我身上 激动的热泪盈眶 好好好 我的好搏达 醒来的就好 我开始了自己的正常生活 但是那些过往记忆 开始在我的脑海中 一点点消散 直到有一天 我休养时打开笔记本 平平无奇的笔记本 却突然出现了故障 屏幕中间出现一个 蓝色的海洋一般的星球 只不过画面一转 我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从高高的楼层一跃而下 它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 在用自己的身体跟我告别 我知道不同的时空 另一个世界里的柳如烟 可能去找了他的姬伯达 三十一床 姬伯达出来领药 护士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等我在紧盯电脑屏幕时 上面却什么都没有 后知后觉 对啊 我是纪伯达 这个世界 没有纪伯达 全文完